台南中西区加連鎖娃娃機店發生打架衝突事件 周姓男子跟朋友一起前往娃娃機店夾娃娃 刚好碰到基欠他一万元的郭姓友人 就在店内跟对方讨钱 结果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最后被店员拉开 警方到场之后将三人带回侦办 讯后也将人依法送办 白衣男子抓着一名壮瘦的男子 两人在娃娃机店内护娃 目击的民众上前劝阻 试图将两人拉开 两人松手之后 白衣男子转头用手勾住另外一名男子 被狠狠推开 白衣男子气炸了猛烈朝对方的脸挥拳 接着身材胶壮瘦的男子冲上前 从白衣男子的后脑勺啃K下去 三个人在娃娃机店内大吵大闹还打架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玩假娃娃机玩到火气大 但事实上双方是有金钱纠纷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11号晚上10点多 当时周姓男子和蔡信友人 一起去台南中华西路二段一间娃娃机店 周姓男子曾借给郭信友人一万元 刚好在娃娃机店内巧遇 蔡信男子挺好友帮忙掏钱 结果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并将现场涉案的三个人 带回抛务所调查 厘清案情 将陆续通知其他人到案说明 军后涉案三人 依刑法聚众动欧 伤害等罪嫌 及违反社会秩序为无法送办 事后三个人自行和解又变回了好朋友 不过由于涉及到社委法 警方还是要将他们依法送办 这黄富奇在台南的采访报导 这黄富奇在台南的采访报导